欢迎打开罗币频道 本期的主题是 我的人生爱片 神隐少女 你可以在各大podcast平台 找到罗币频道用听的 也可以在YouTube搜寻 罗币频道欣赏VideoPodcast 或者是找到其他我的物类音频 影集推荐以及影异新闻 今天要来聊这部 最近话题度很高 在台湾重新上映的神隐少女 这部电影在MTV影评网站上面 有8.6分 编剧导演的是宫崎骏 应该很少有人说 自己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部宫崎骏的作品吧 宫崎骏出生在日本东京 在高中期间 他因为看了东映1958年公映的一部动画电影 叫做白蛇传而深受感动 从此就对动画产生了兴趣 然后在1963年大学毕业 主修的是政治学还有经济学 所以他其实不是一个艺术大学毕业的创作者 由于他从小就很喜欢手种自从 还有三浦帽的漫画作品 毕业之后宫崎骏就以一个漫画家的身份 投入到了这个东映动画 就是他看了那个白蛇传的那一间公司 他精湛的素描技术与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让他很快就在日本的漫画界展露了头角 1978年宫崎骏指导了他的第一部电视剧集 叫做《未来少年柯南一炮而红》 隔一年他加入了东京印画新社 并且指导了他的第一部电影 叫做《鲁邦三世 卡里奥斯特罗之城》 我自己蛮喜欢鲁邦三世 应该就是那个鲁邦三世动画的电影版 之后呢日渐成熟的宫崎骏完成了风之谷之后 就在1985年和他的好朋友高田勋 合办了这一个吉普利工作室 接着《龙猫》、《魔女宅急便》、《红猪》、《魔法公主》 这些宫崎骏的作品陆陆续续的诞生了 也让吉普利享有了日本迪士尼的这个称号 《生理少女》是一部2001年的日本动画电影 拿下了第52届的柏林音展的金雄奖 也拿下了第75届的奥斯卡金雄奖最佳动画片 真的可以说是一部神作之中的神作 在票房上面也十分的成功 打败了《铁达尼号》原本在日本的票房记录 成为了很久 就是起码应该是到那个鬼灭之刃之后 才被打败的日本影史上面票房第一的记录 也因为这部电影在上个周末的重新上映 我这个礼拜的人生爱片就选了这部神影少女 要来跟大家讨论 所以我是上个礼拜就预告我会讲这部神影少女 没想到我看到老高的新片也讲了这部神影少女 还真这么巧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关系 就是可能片上有请老高宣传什么之类的 总之不是我去趁老高 我上个礼拜就讲了 而且宝妮也做了一集神影少女的影片 突然之间这个神影少女的话题度好像很高 但不知道流量度高不高就是了 但不知道这个流量度高不高就是了 就等这一集出去之后我们就可以看看了 老实说虽然这部电影的票房很成功 可是当年我是没有进电影院去看这部神影少女的 可能当时还没有养成就是进电影院看动画片的习惯吧 尤其是这种那时候比较流行皮克斯吧 就是要看也要看那种3D动画片 你不会想要去看一个2D的这种手绘风格的动画片 但现在你从回来看就会觉得 所以这一次我重新去电影院看了这部神影少女 还拿到了这个台湾限定的金美海报 就提到后面你们看到 是我第一次进电影院去看这部电影 那我也真的蛮推荐大家可以进电影院去看看这部动画有多经典 不管你是当年有没有看过 或者是你甚至是在2000年后出生的 你可能当然一定没有办法进电影院看过啦 我特别想要推荐给就是200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 去看看这部动画片有多经典 但当然如果你是想要看你的名字的那一种动画电影的话 可能就不那么适合啦 就是我觉得取向还差蛮多的 这个神影少女的定位 我觉得以现在来看是蛮特别的 在故事上面有一点刻意接近儿童取向 就像是一个预言故事一样 但是又藏了很多的比喻 像是一部很深沉的关怀社会环境的一个艺术片 当然宫崎骏的电影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以及动画技术上面的创新 你可以看得到它是有辅助蛮多的电脑动画技术的在这里面吧 神影少女应该当初有受到一些皮克斯啊 美国动画的挑战 所以它在技术上面是有做了一些改变 很高级的美感的呈现这样子 然后我这一次重看神影少女的时候 我很讶异的是它的结局 我当初应该真的忘记了它的结局 就是我有点遗失结尾那一块是怎么结束的 然后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 哇 它的结局是这么的诗意 这么的独特 就是它是没有高潮的 我不知道如果你觉得自己很熟神影少女的话 你记不记得这部电影的结尾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它那个主角搭上火车之后 后面那一段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真的是不太有印象 去看之前 这一次看完之后发现它是一个很美的结局 在这一段的桥段上面我觉得做的很有特色 讲到这里我还蛮想知道就是在听节目的各位 关于这部神影少女你大概有多首是完全没有看过呢 或者是看过记得一些些 你可以说出前婆婆住在第几站 还有谁跟千寻一起去了前婆婆的家 这些东西 好 你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没有礼物可以送你 然后有很多的人都说 神影少女有影射一些成人产业啊 风俗业或者说色情业吧 就以台湾来说就有点类似色情产业 那甚至有的网路文章直接写说 他直接说汤婆婆是老宝 然后千寻是签了卖身旗去做妓女 就这么明明白白的讲得这么这样子 然后无脸男跟和神就是恩可 还有什么就是给一些 就是爽完了之后给一些金钱啊之类的 我觉得这实在是有一点太耸动了 就你要这样想也可以 当然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解释 然后这个解释也说得通 但这种解释我觉得就是那个最新三色 最新辣最苹果日报的那一种吧 我自己就不会想要讲这个部分啦 所以我今天没有要讲这些东西耶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可能其他人的影片都有讲这样子 我自己在看的时候 我反而觉得 因为我在看之前有看了这些做功课耶 有看到这些资料 然后我反而没有觉得 电影侧重在这一件事情上面 我是觉得应该也没有 不然当年大家应该都看得出来 这就是一种很夸张很有趣的谈资吧 我自己还是很难感受到就是 像千寻这样子一个弱小的小女孩 然后突然进到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世界里面 而且必须要很快的要进入到那个体制当中 这之中有很多的残酷面 也很励志的让我们看到千寻在这之中 是怎么得到大家的帮助啊 怎么成功的生存下来 而我更觉得就是我还是想要把 神尹上瑜拉回到 宫崎骏啊 高田轩他们这一代的创作者 很在乎的一个主题 就是还是一脉相承下来的同一个主题 就是一种新时代跟旧时代的转变 人怎么去适应这些东西 像是人跟环境啊 人跟动物啊 人跟科技啊 对我今天不想要把整个神尹少女的故事讲一遍 然后再来讲里面的一些内容 我会顺着故事讲一些我想要讲的东西 然后再补齐一些内容这样子 那第一点我们还是先从开场来讲 神尹少女的开场跟龙猫的开场一样 都是在讲主角搬家 而且都是从都市搬到乡下的 不同于龙猫的两位姐妹 是开开心心的搬到乡下来 然后神尹少女的主角千寻 她是在车子上面一点不情愿 不开心的被爸妈载到了这个地方 她要从习惯的地方离开之后 然后手上拿着同学送她的花 就很难过的还跟妈妈说 好可怜喔 我第一次拿到花竟然就是这种送别的花 这样子 接着她来到了那一个 这个应该说乡下的环境吧 这里就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去扫墓的情景 因为我小时候也是一个住在台北的小孩 然后我要扫墓的话是要回到屏东去扫墓的 所以就会见到很多平常不会见到的自然环境 在那个很乡野的环境当中 你是会感觉到一股神秘的力量在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小孩子会感受到什么东西 或者只是一个 因为你很小所以你对很多不知道的事物都很害怕 所以像千寻在车上看到的那个 有给她一个特写的那种路边的石像啊 或者是那些树下的神指都有给人很神灵存在的感觉 那很明显的是让千寻感到不熟悉而且害怕的 这是我觉得开场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这些自然的环境传统的信仰 为什么会对一个现代的 为什么会对一个都市的小孩来说 是一个有这样子的反应呢 其实以我的经验来说就是 在我小时候的时候身为一个都市小孩 是离那些东西很远很远的 然后这里我们要来打脸老高一下 就是我看老高的影片里面有讲到一个 网友理论或者说网路谣言 就是千寻的妈妈在整个开场当中 都没有正眼瞧过她一眼 是因为千寻之前掉到河里面去之后 然后有一只手伸下去救她 就是千寻的哥哥去救她 结果千寻被救起来之后 哥哥却死了 然后这个哥哥就是后来的白龙 而妈妈也就因为死了一个小孩的关系 所以对千寻有一些 不喜欢的情感在这样子 所以造成了妈妈看起来 好像从来没有用正眼瞧过她 首先我觉得白龙跟千寻的关系 绝对不是兄妹 因为电影中用了好几次男朋友女朋友的称呼 去形容她们两个人的关系 就所以应该是比较类似那个样子 日本人应该没有那种 就是兄妹可以在一起的嗜好吧 就是又不是病与火的塔格利安家 我觉得她们的关系在电影中设定的就是 青梅竹马的小情侣 再多一层兄妹会有一点怪怪的 然后妈妈并没有不喜欢千寻啊 我重看一次并没有什么 从来不用正眼看她这种事情 而且过隧道的时候千寻她一直拉着妈妈的手 如果像老高讲的是那个样子的话 那妈妈应该会把千寻的手拉开吧 我觉得会有这种妈妈跟千寻的关系 比较疏远的印象 是千寻的妈妈这个角色设定的 她就是一个比较高冷气质的贵妇吧 那我觉得这是要形容这个妈妈是都市人而已 就是说明这一家人是从都市搬过来的 我不觉得有这么黑暗的设定在其中啦 你们自己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自己是觉得不是这个样子 好 然后电影的第一段就是一家 电影的第一段就是千寻一家人 误打误撞的进入到这个地方 然后爸爸妈妈乱吃东西变成了猪 黑夜降临之后 神灵们就来到这里 我们就会看到出现了很多这种 对我们来讲看起来是妖魔鬼怪 但是在电影之中称呼他们是神的这些东西 我想可能日本的神灵是比较接近道家的那种思想 就是万物皆有神的概念 不像是我们可能佛教的那些神 所想象的每一个都是那种 英明神物 然后就是那种罗汉型的状态 就是比较像寄宫啊 土地宫啊 或者是什么石头巾啊之类的这些东西 所以也才会有这么多的神指 要来这边泡温泉吧 然后白龙出现了 救了千寻 千寻借着白龙交给他的 跟汤婆婆不断的说着 自己要留下来工作之后 就成功的被留下来了 看到这里 我有一个很大的发现 就是 欸 身体少女是一部很可怕的色畜养成剂 她现在是告诉你 不工作你就会变成动物吃掉 然后一定要有一份工作才能留下来 活在这个油屋里面 我想小朋友看这一点应该会觉得蛮恐怖的 但对大人来说 这就是人生啊 然后每天任劳任怨日复一日的工作 成为整个庞大机器下的一颗螺丝钉 而且为了工作 放弃了你身为人的其他需求 油屋内的所有的员工 都是跟汤婆婆签约来工作的 我觉得他们之中有一很大的特色就是 大概除了锅鲁爷爷跟白龙之外 他们眼中最重要的就是钱 对 就是对这些社畜来说 我工作努力的目标就是钱 当然对汤婆婆来说 除了她的宝宝之外 最重要的东西也是钱 你可以看到她每天都在那边算账点 账点得很开心 整个油屋就是一间唯利仕途的公司 然后里面说的员工都是向前看这样子 那这个公司我想当然 小的是在隐喻吉普利自己吧 大的就是在隐喻整个日本的动漫产业 再大甚至可以隐喻到整个日本社会来的这个状态 那很多人也讲了生意少女就是借由油屋这一间娱乐产业 或者说风俗业 网络上面有一篇文章就讲说 宫崎骏就讲到要描写现今的世界的话 我觉得最适合的就是风俗业了 日本不就像是整个由风俗产业所构成的社会吗 我觉得以2022年的眼光来看 不只是日本 应该是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的 这种擦边球卖弄性感的风俗业娱乐业 不就是整个网络时代的潮流趋势吗 整个网络上面最好卖也是最容易被禁止的 除了仇恨就是色情了 之后千寻进入到油屋当中 首先他要开始学习待人处事 他一开始被所有的人都说是一个没有礼貌的小女孩 除了被那个学姐骂也被汤婆婆骂 这一点老实说真的还蛮重要的 就是我觉得礼貌这件事情 然后被发配到去处理最辛苦的工作 当然一开始最菜去做这种事情蛮合理的这样子 然后遇到了那个其实是老河神的腐烂神 在油屋的全体河粒大家一起拔河之下 就把这个合神给拯救了 这样子 也很谢谢千寻发钱给大家 然后还送了给他一个苦丸子 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要送他那个苦丸子 合是神隐少女当中重复出现的符号 所以合这个东西很重要 白龙也是合神 不过里面有说是一条已经不存在了 被盖成高楼的合船 讲到这里的时候应该就是整片的高潮结尾了 就是白龙终于想起来自己是谁的这一段 这里也是我当年看完之后最喜欢的一段 其实把这两个合神的故事连结在一起 你就可以知道宫崎骏想要讲的那一个创作思想 他的主旋律 他的主旨 他的主旨 还是在讲一个对过去旧时代的缅怀 其实我觉得宫崎骏能在华人世界这么成功 有很大的一部分 也是他抓中了这一个怀旧的关键字 但是宫崎骏的怀旧不只是怀旧 不只是怀念哪一个美好的时代而已 就是更多的他是怀念那一个儿时的纯真 以及人跟大自然的连结 神隐少女之中的这种神灵世界 就是一个很大自然的神力 过去的人曾经跟这些大自然中的神明 是仅仅相依的 讲到这里就让我想到上礼拜 在讲的末代五世里面讲到的五世道 也是讲说神或者说那个道 就存在于这个神奇的大自然之中 以及每一个呼吸的吐纳之间 这样或许你就会更明白 宫崎骏心中向往的那个旧时代的思想是什么 他怀念的那个乌托邦是什么 天空之城、风之谷、龙猫道、神隐少女 都是一个这样子现代化的社会 去回追过往传统 日本旧时代 神隐少女之中让人感动的是 这个旧世界带给了主角千寻很大的转变 让他从一开场 没有办法接受搬家的十岁小女孩 成长了 勇敢的去迎接未来的下一个改变 也永远记得这样子的一个世界依旧存在 只是可能暂时会在你繁忙的生活中想不起来 就像是美好单纯的童年一样 我们都记得 不可能忘记 只是想不起来而已 那这也是我对千寻还有白龙他们之间关系的想法 白龙是一个童年美好的集合 清澈的溪水、蓝天、凉爽的风 还有青梅竹马的玩伴 这些东西你可能现在想不起来了 但只要你找到当初的那一条小溪 就会全部都记得了 然后真正的魔法是最后钱伯伯送给千寻的那个 一针一线从仿杀开始的纯手工制作的手环 宫崎俊还是很在乎就是手工制作的那个感觉哦 对 我觉得也是在讲他还是偏好传统手工绘制的动画 而非当时流行的那一种皮克斯的电脑动画 我中间是不是漏了什么 无脸男 好还是要讲一下无脸男吧 就是大家很喜欢这个角色 我觉得为什么有很多的人喜欢这个角色呢 因为就是他很接近自己嘛 就是他是在整出戏当中最接近凡人的一个人 没有存在感、卑微 然后但是却被主角给注意到了 他之后就奋力的讨好千寻 网络上有说宫崎俊设计这个无脸男 是参考自他的徒弟米林洪昌 有点过分 就是借务少女爱立体的导演 然后暗喻着现代社会当中的年轻人 害怕寂寞在现实中不断的寻求慰藉 渴求着金钱和感情的现象 我自己是觉得无脸男是一种失去自我的人 可能在宫崎俊的心中就会觉得 他的徒弟米林洪昌 没有一个自己的大将之风或者怎么样子吧 毕竟我觉得师傅看徒弟都是这样子的 相比于游屋中的人为钱而生活 无脸男则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人 失去生活的目的性的人 他有点像是一个学人精一样 所以他后来推下青蛙之后 就可以用青蛙的声音讲话 他原本是不会讲话的 于是只要看到大家喜欢什么 他就会给大家什么 但是遇到千询之后他就踢到铁板了 千询说自己什么都不想要 他说你给的东西不是我想要的 但是千询的什么都不想要 是因为自己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他要的是白容 所以他说我想要的你给不了 这就让无脸男更迷恋千询了 因为他有自己的目标 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而不是人家要什么他就要什么 他要的是独一无二的东西 无脸男吃了千询给他的苦丸子之后 被打回原形 把所有虚胖的那些东西通通给吐了出来 只剩下原来自己拥有的空虚和寂寞 于是他就开始跟着千询一起旅行 然后来到了前婆婆家意外的被收留了 暂时他有了衣归有了归属 虽然目前还是一个没有脸的家伙 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完满开心无脸男的结局就只是这个样子 就是没有让他最后有一个大变身 或者是什么转化 或者是什么转身之类的 就是不用那么集集满满的去寻找自己的目标 自己是谁 你可以慢慢的来 好我们来看看生意少女在奇摩电影的网页上面 他有两个页面 一个是2001年的 一个是就是今年的 就是重映之后 他有了一个新的页面 在2022年的网友评分是4.4分 但是目前只有6个人投票 然后在2001年的呢 是4.6分 稍微高一点点 有几个 有400多个人投票 我们先来看看这一个五颗星的评论 神与少女虽然是动画 宫崎骏虽然想拍给孩子看 但是也放了很多耐人寻味的观点 其实我每个人都跟千寻一样平凡 但却可以因为勇敢面对生命中的一切考验 激发出自己的那个良善和不平凡的一面 是的 我们都可以 开始寻找属于你们自己的平凡吧 再来这是一个2015年的留言 他也是五颗星 前几天因为无聊 所以从PPS找了宫崎骏的电影来看 哇 是PPS耶 好久没有听到 就选了我看不腻的神与少女 我只能说怎么看真的都看不腻 我喜欢他结局的手法真的很棒 这是我看过有史以来结局最好的一部电影 他跟白龙手放开的那一刻 真的很感人 想想不能回头道别 而且又是这么不可思议的一切就要结束了 要是我的话 一定会在分别的那一刻大哭 并且好好的跟他道谢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故事 真的好看 这个页面好像是15年在创建的 所以最早的留言只有到15年 我看到有一个留言写 我喜欢身影少女 请问身影少女有第二集吗 嗯 暂时没有 但其实我刚刚讲这个故事 我觉得蛮适合有一个第二集的 那这个第二集看看可不可以是 就是 过了几年啊 101年嘛 所以真的是过了20年 对 20几年之后的一个续集 那千许都已经就是可能 当了妈妈生了几个小孩 或者是变成了一个什么社处 中阶主管啦 然后再回到那个世界一趟 再回到那个游屋的世界一趟 看看会变成什么样子 好我们来看看那个 这个是22年的评论 这个人给了五颗星 他说小时候看有趣 长大看仔细 但在一幕上更多细节 尽管看多很多字 好几幕依旧感动到差点掉泪 这怎么有点像是一个 片上的法文 在我刚刚开录之前 滑开手机 看到了一篇 在讲身影少女的心得文章吧 她是个女演员叫丁宁 写的一篇文章 然后我觉得写的蛮好的 所以想念给大家听 你也可以自己去 点书上面找她的文章 在极大的痛苦之下 挤压下来的光亮 就是人性的价值 身影少女电影版 是一定要看的 如果宫崎骏的电影 只能挑一部带孩子去看 那一定是身影少女 要带孩子去看电影的 前一天 两个小男孩还没看过 我找了预告给他们看 他们看了看 摇头苦笑 汤婆婆说 你们如果不认真工作 我们就把你变成动物 我们觉得东话离现实世界很远吗 没有哦 柬埔寨世界不就是这样 柬埔寨事件不就是这样 人像动物被卖来卖去 甚至被任意取走身体的部分 哇是多啰啰吗 好恐怖 Hochitag 千寻 一个胆小任何事 都要父母陪伴的孩子 为了要救出父母 贪然没有控制的父母 成了一个 卖力工作 努力付出 坚持用自己的力量 处理事情的人 我非常喜欢白龙拿饭团给他吃的时候 我也很喜欢那一段 他一边哭一边努力的把饭团吃下去 他很害怕也很悲伤 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他只知道 要把自己吃饱振作起来 他跟父母亲才有机会离开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电影表达出人类很重要的本质 善良 认真 付出 牺牲 结合了这几样才能展现爱的本质 才有资格成为人类 《魔女神怒》上 宫崎骏的每一部电影 也都是在跟我们讲人的价值 好 我继续念 很有趣的是 电影里面只要是心里 对着某个人 某个生命抱持着爱的 再怎么坏都有限度 例如汤婆婆跟她的金孙 但是如果你所爱的是 无生命的金钱物质 那就是一个无止境的黑洞 像无猎男一样迟早吞吃了你自己 为什么她没有脸 因为她什么都不是 只有贪婪 只有一个洞 完全倒进现在世界的现象 为了钱 人类的特质都丢了 那当然变成动物了 总之好好在当人的时候像个人 生姻少女 小孩看 知道生命的价值为何 大人看 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模样 不要输给小孩了 为自己负己责任 PS好喜欢这张海报 是吧 我觉得她写的真的蛮好的 好的 这就是这一周 我的人生爱片 生命少女 你喜欢我今天讲的哪一个点吗 或者是 你自己对生命少女 这部电影 有什么特别喜欢的部分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第一季 我的人生爱片 目前预计会选12部电影 下一集 我会选 也是这周 要重新上映的 王家卫在2000年的电影 花样年华 欢迎你跟我一起 找个时间 重温一下这部电影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节目内容 欢迎给我五星好评 或者点个赞 还有大家一起帮我把这个节目 推广给你的亲朋好友们 期待大家留言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